后继续 这个萝卜还可以戒烟 是啊 大家都知道这戒烟挺难吧 有一种方法大家不妨试一试 用这个戒烟法三到五天 在此期间你坚持不吸烟 之后你要是再吸烟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恶心 从而这就达到了戒烟的效果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回复戒烟 就可以获得萝卜戒烟的小方法了 任老师 刚才我们说这第一步叫清肺 对 清肺 清完了好润嘛 对 第二步是润肺 对对对 润肺第二步 润肺我经常吃的是一道宫廷秘方 宫廷二字一出充满了神秘感 而且感觉有一点点贵 有一点点贵 其实这道宫廷秘方也不神秘 也不是像他说的有那么一点点贵 这样吧 我说说他的由来 你们就可以猜一猜 他到底是什么 唐武宗李延他得病了 终日的口干舌燥心热气醋 服了上百种的药物均不见疗效 这御医跟这满朝文武是束手无策 就在大家焦急不安的时候 一名道士用梨 蜂蜜以及各种中草药配 肺武熬制的蜜膏就治好了皇帝的病 打这以后啊 道士的庙方成了宫廷秘方 直到清朝才流入民间 听着挺高法上 而且老师把那个食材什么都说出来的 我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 这不秋梨膏吗 你看 它就是秋梨膏 那么秋梨膏用料烤旧 梨润肺 枣补雪 姜暖胃 穿背止咳 罗汉果是生精 冰糖是化痰 所以说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那位刘女士她爱人 这种吸了一辈子烟的人 还有像我们这种 每天要说很多话的人 是 口干舌燥的 我觉得家里就应该背点秋梨膏 反正我们家就有 我家冰箱里现在就有一大瓶秋梨膏 已经让我喝的剩这么多了 你都没跟我说呀 秋梨膏不敢偷偷地在那吃 下次我买的时候买双份 我给您带着 我告诉你啊 我不用你给我买双份 每年我自己都做秋梨膏 做这么秋梨膏吃啊 不光是说润燥 止咳 而且它对皮肤也好 你这个肤色跟什么有关 肺 肺主皮毛 这皮毛脸都跟肺有关系 你说你的肺部 它得到了滋养了 皮肤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好啊 嗯 就是这一切都跟我们多年以来 这种养护有关 阮老师是一直 人家在吃百合 在吃秋梨膏 我那是 我那是